他们在这里吃饭也不算贵 $38一份金汤佛跳墙 生炒糯米 大家估计一下买单几钱 最终是$122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前进路 在我右边就是曼松苑市场 今天和他太太过来这里 一间很出名的酒楼食中午饭 据说他们还可以喝茶直落 如果是可以喝茶的话 我们就主力吃点心 大家估不估到我们今天去哪里 是的 我们就是南苑酒家 没错 就是南苑酒家 广州其中一间圆林式的酒家 里面食物出品不错 而且环境极为优秀 就在前面 他们在这里吃饭也不算贵 $38一份金汤佛跳墙 甚至乎这些生炒骨也是$68 玄金奶碟$78 这个钟数是12点半 喝茶那里超多人 既然拿了票便等 我看到这里最多人就是喝茶 我们慢慢等一等 我们先来拿票便等 20分钟之前 看到这里还要等90多个位置 我打算走 但现在跳得很快 还有10个就到我们 现在195 我们是206 我们来茶楼 从拿票到现在坐下 可以斟茶 等了25分钟 比我们想象中要好 刚才也和大家说过 这里是由幸运楼酒家集团运营的 话说我和老婆在幸运楼 结婚摆酒 今天我们来重温一下 当年十四五年前 我都忘记了十四五年前 来幸运楼 那种美好时光 不过今天不同 我们是来喝茶的 在过完年之后 我曾经去过 北京路幸运楼 拍过一集影片 我记得当时 他们的茶壶茶具 都是这么别致的 大家看看那杯多别致 这种叫什么 我都不懂 我读得输少 景泰南应该不算是 骨池 老婆也认识这种叫骨池 不知道是不是 我都不懂 嗯 应该是吧 总之漂亮就是 餐厅外边环境是圆岩色 餐厅里面的环境也不少 你看上面的灯 多夸张 还记得我们上次去幸运楼 北京路那间 都已经很漂亮 这里也不简单 不过这里楼底就矮一点 那里就更夸张 来到眼花缭练 独餐牌时间了 话说是这样的 他们这里有一个特价点心 是要一点钟之前不下单的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下单了 看看我们有什么吃 没错了 就是这个 周一至周五上 8点到1点 就是这个特价点心 我们是点了腐皮卷和香煎萝卜 35元一饭 除此之外 还有他们比较出名的猪杂粥 隔于老婆担心我吃得这些内藏太多 所以我们就没有点猪杂粥 另外因为我们来得太晚了 所以有很多点心都没有 比如说唐沙翁也没有 墨西哥叉烧包也没有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很多新派的点心 比如说天鹅榴莲酥 精点35元 这个好像比较昂贵 不过我吃过 中国大酒店出品 是要这个价钱的 当然 还少不了有蛋撻 叉烧包 鸡蛋撻的价格是21元一份 我们来看看虾蛋撻成多少钱 这个虾蛋撻成多少钱 华蛋撻超充 红米肠 鸠黄蛤鄉 各种都不便宜 另外我真的很喜欢吃炸春czyゆelf 太油烈了 也要换老婆吃了 最后 我们还点了一份生炒糯米饭 和炒面 因为津梨 Rhodes 得更غので 所以要多吃 avait 我们第一份点芯已经送上来了 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 这个叫什么 红豆饼 这个点芯的全称叫做红豆窩饼 外面应该是面包糠 被观众笑了很多次 又从甜的开始 不管了 试试它 这个有特色的点芯 最重要是不要太甜 这个应该是炸过的 不过看上去 一按下去就会出油 第二道点芯 也不知道是什么点芯 生炒糯米饭 而我继续吃这个红豆饼 真是不好意思 让我咬了一口 它的皮是很薄的 里面是有大量大量的红豆 但是不会太甜 不错 我快点吃完这个红豆饼 就试试糯米饭 生炒糯米饭 看看烟不烟 也挺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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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我们去过惠州吃过糯米饭 其实那个挺好的 但是那个味道比较淡 这个看上去好像味道会浓 因为看上去它的色水比较深 而且这里有一些虾米 真是小粒 虾米 还有一些 这个应该是腊肉 我估计 还有 这个应该是腊肠 真是饿了 话说呢 刚才我们坐地铁过来 市工地铁站出去的时候 刚才买了一包紫金 在那时我已经想买一些朱古力吃了 我都不得知了 还要等位 其实当时真的想走 既然有一场来到 看看原文风景 谁不知等了20分钟 又到了 是的 另外吃起来有一种很香浓的 辣味的味道 没错 就是辣味的味道 嗯 试过那个糯米饭了 不错 接下来 就试一下 腐肥卷 哇 有很多烟 老婆在吃腐肥卷 她说里面有什么 沙角吗 试一下腐肥卷 嗯 哇 腐肥卷很软 它的调味挺好的 咸得来又不咸 我们广州人真的很矛盾 又怕没有味 又怕太重味 对不对 这个就达到我们广州人 那些这么尝尝的口味了 轻轻有少少咸 又吃得出腐皮那种 大家有吃过腐竹就知道了 那种轻轻有少少烟糞那种香味 很过瘾 哇 这个腐肥卷 而且很够腍的 大家都知道我了 嗯 在我还没吃萝卜糕的时候 炒面也都送了上来 刚才上菜的姨姨说 今天是不是师傅心情漂亮呢 这么大碟 我先不吃萝卜糕了 我先吃炒面 对啊 因为萝卜糕可以慢慢吃 萝卜糕再不行 我拿回家一样吃 萝卜糕 今天真的吃了两样主食 是啊 加少少 这种应该是辣椒酱 和萝卜糕 我还没吃 我最喜欢的炒面 就是这种状态 有少少蛋丝 如果是我自己炒 蛋丝会金银些 有少少蛋白 有少少韭菜 不算太多的芽菜 这个也不是芽菜 但是最重要就是这种面底 硬得来又不会太软 软得来又不会太硬 真的好矛盾 我们讲实人的口 就是这么烂的了 如果还有味 我刚才说给观众 大家再看看这种面底 就是这种面底 炒出来才不会太硬 有一种蓬松的感觉 不会搭起来 但是又不会太幼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这种状态就是最好的 再配上极少量的辣椒酱 倒进去 一起吃 刚刚你就可以这样夹起 然后一夜等到口 就是这一口 嗯 然后再喝一口美酒 中间的口 再吃下一口 一口夹下去 又会吃到韭菜的香味 鸡蛋的那种乱滑的感觉 挺好的 嗯 吃一口 差点忘记了这个萝卜糕 萝卜糕 萝卜糕 试一下吧 通常去喝茶萝卜糕 都是几乎最普通的货色 但是如何将萝卜糕做到 普通货色又不普通呢 我又试试它做得好不好 我吃过最好吃的萝卜糕 就是我叔叔煮的 是的 我叔叔煮萝卜糕 可以拿去买 煎透一点好一点 不过味道都挺好 吃得出有萝卜味的 不过可能我们年轻 喜欢煎透一点 我认为一件好吃的萝卜糕 是一定要有很浓的萝卜味 然后呢 它是很足的萝卜味 大家看看里面几多萝卜 对不对 虽然萝卜是评价 但是呢 切啊 那些心思才是功夫 那些人会煮得很熟 嗯 因为没靠加粉 但是你一加粉就会测 嗯 就会变到没有萝卜味 嗯 这个有萝卜味 因为萝卜的大量都是水 可以再加水 你用的是萝卜自身的水 才能够浓 就是萝卜水 就是萝卜水 因为你要煮 因为会出水 好 那我们吃饱饱了 果然不错 既然南苑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的园林景色 南苑酒家 始建议1963 是广州市里面三间园林景色的餐厅之一 占地面积 哇 整万平方米 他们酒家这里 是采用青砖绿瓦的设计 小桥流水 这种 这种 岭南苑林 风格 设计 一代文豪 郭美药先生 还在此即席 辉豪 留下了一个诗句 不过 不知道在哪里 不知道能否找到 很多食客 来到这里 探完美茶 吃饱后 就过来 拍摄美照 看看面前的几位 依依多开心 按照面前的几位 當時是夜晚黑,應該是菇姐從外國回來時 跟她過來吃飯,慢慢拍照 當然來到早上,景色不同了 晚上開燈後有自然光 原來別有另一番風味 上面還有一棵樹,應該是葡萄樹 旁邊這棵屋,上面全部都是綠瓦紅磚 話說藍縣酒家和半溪、北縣 合稱為廣州三大延民酒家之一 他們在1958年開始興建 到1963年的時候就建成了 直到90年代中期,生意都很差,就結業了 直到2004年就停業了 後來就被廣州幸運樓飲食集團接管了 直到2005年7月,就重新開業了 直到現在,食客很多,應該生意都不錯 記得有一段時間,廣州市政府 都很喜歡帶客人過來接待 可見,藍縣酒家的地位在廣州 真是很不一樣的 真是很不一樣的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哦 这些是风水阵 这个阵很重要 看 总共有9条鱼 Hello 我们吃饱饱了 大家猜一下埋单几钱 最终是122元 性价比也很高 当然跟昨天那些比 也没办法比得到 但是这里的服务也好 环境也好 食物的质素各方面 都是中上水平的 有些茶楼 例如说它虽然便宜 但是可能环境相对会差点 有些可能环境好 但服务也会差点 但是至于南远 各样都做得好足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约定大家下集见 拜拜 刚刚我们吃饱饱 在前进路发现 又有得厌核酸 就是在以前唱卡拉OK 哥哥门口 看上去不太多人 就是这里了 刚才我们经过 事宜宫那里 超级夸张 我们就来哥哥厌核酸 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